玉璃镇明里大桥在0918大地震之后受损 接下来又加上海魁台风侵袭以及1011地震 造成了桥面的塌陷禁止通行 明里大桥目前是由花莲县政府伴侣后续的重建事宜 而为了居民的通行顺畅 县府正在进行明里变桥的设计规划 后续还需要进行发包的作业 预计在明年3月可以完工 也请民众耐心的等待 因为0918大地震 复离及玉璃大型桥梁都遭损坏 复离的明里大桥也逃不过 目前桥面塌陷禁止通行 乡长江东城与建设客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 华丽县政府建设处土木科 布里乡代表会等人进行明里变桥选址 那填土的话就是就地取材去填土 那要过这个深潮的位置 建议就是用港币 因为你用盘管一冲就走 明里大桥现由花莲县政府办理后续冲建事宜 为了居民的通行顺畅 目前县府正在进行明里变桥的设计规划 后续还需进行发包作业 县府预定大约会在明年三月完工 师座的工程大约都是在一个月左右 所以这一座变桥 明里大桥旁边的一个明里变道 大约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中旬以后会来完工 让工我们这个相关的附近的 不管是卓西乡还是我们父里乡 相关的乡亲都能够 还有农耕基居这些 农作车辆这些都能够便利的一个通行 江东城说明里大桥及变道的重建及修复状况 会持续的追踪事工进度 希望尽快恢复民众的热常通行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